无人商店盛行 湖西乡就有一间无人商店 卖的都是植物种子及盆栽 虽然店面不大 但里面数十种小盆栽及种子 总是吸引多乡亲到这里购买 无人商店行之有年 卖的是商品外 也卖人性的善良 位于湖西国小旁的这间无人商店 它卖的就是种子及各式盆栽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植物种子 还有小盆栽 甚至店家还有免费分享的种子 业者陈小姐表示 她平常喜欢种植花花草草 时间久了就越种越多 所以才会开这家无人商店 分享给喜欢植物的乡亲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种花花草草 就是种了以后就会有很多 很多之前都是会分享给朋友 然后后来那时候我是住在台中 现在在澎湖就是想说便宜一点 就是卖给人家这样 让喜欢种的人来种 虽然这家无人种子店 每天的收入只有几百块 但陈小姐说 没关系 这些植物本来就是要分享的 收取少许费用 可以帮她买些材料及肥料 我不会在意啊 没关系啊 就有需要的人就拿去 她不投钱也没关系啊 所以你就是一直在提供就对了 对就是 如果有新的种植出来 就会再放新的 所以就还可以啦 就是换一点那个 就什么 像我泥土也是要买啊 然后盆栽啊什么的啊 就是换一些钱这样 是哦 所以也没有赚很多就对了 嗯没有啦 赚很多倒是没有 是是是 就是喜欢分享就对了 对对对 陈小姐没有过多的宣传 但总是有许多乡亲会到这里逛逛 买些喜欢的植物回去栽种 他们说这里的东西便宜 而且还有很少看到的植物 三点 我是人家介绍的 我觉得它很特别 然后它的东西种类非常的多 而且价钱很到底 是 对 啊它是没有人雇的店 它是没有人雇的店 它是所以要自己投钱啊 然后自己选自己喜欢的 那你看了之后 里面的东西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很多东西也是外面没有看过的 嗯嗯嗯 对 然后有一些像肥料 它还有赠送的 然后有一些肥料 它主要是它的盆栽 它的盆栽非常非常的种类很多 就朋友约一起来的 对啊 你看了之后呢 觉得里面很多东西啊 然后又看过 就是看到那种平常很少看到的 以前小时候很多的寒羞草 现在路边几乎都没有了 嗯 对啊 它盆栽也很多种 哦 对啊 蛮特别 对 最特别是它没有人雇啊 只要自己投钱 无人商店 顾名思义就是无人看管的商店 民众买完东西 就是主动把钱投进去前乡 福西这家种子店 不仅花花草草 也卖人性的善良 记着陈草草 记者陈荣誉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